印度火车站售票地方非常拥挤 排很长的队,所以一定要去网上去买 印度的火车有不同的种类 我们这次从新德里到Agra 快车的话一个半小时 所以我们选的是Chair Car Chair Car的话有空调,座位比较宽大 然后你到12go.a订票的时候 你可以订到快车,车次 然后还有车厢和座位 所以很方便 哇,这个真不容易啊 我们是住在机场旁边的Aero City 那里有Airport Express Line 然后从那里转这个Pink Line 就可以去这个火车站 但是这个火车站那里很乱 出了地铁站之后也是发现很困难 也没个招牌的Railway Station在哪里啊 不要跟着这些飞行李的人走啊 哇,这就是啦 这就是啦 哇,太阳了 哇,太阳了,太阳了 这个车厢了 好了,这就是车厢了 这就是车厢的 好,我们来看看 这个车厢了 好,我们来看看 我们来看看 这个叫Hedra,你在木丁的车站 没有一个火车显示牌 所以我们来了之后也不知道该去第几个月台 去找我们的火车 只好问来问去 很不方便 哇,真难figure out 它这个哪个train是go where 也没有一个总的电子指示牌 2017 我车厢是谁的座 我车厢是C6 2014,C10 C10 Oh my God,C9 C6 那就应该是这个 C6 就它 走吧,上去吧 上去 因为那大桥就下来 啊,yeah,this is the platform 12345 我们是第五 然后 然后就找到了我们的火车 在这儿等着呢 哦,真不容易啊 哦,真不容易啊 他那个一进门 什么都没有 根本不告诉你 这些站台的information 这趟火车 新德里是始发站 所以我们还是有足够的时间去找这个月台呀 然后找到这趟火车 然后找到我们的车厢 嗯,不由得担心 这个回程可怎么办呀 那个火车在那个Agra车站只停五分钟 我们要在这五分钟里面找到我们的月台火车车厢和车厢 它这个CC卡还提供引用水 给每人发一瓶水 然后呢 还有这个 一餐food 还挺不错 下了车也不知道该往哪儿去 幸亏这个旁边一个印度人 帮我们给拉了回来 这次我们来印度发现 印度人对我们很这个热情 总是能够帮到我们 尽可能地帮我们 这边的早餐很简单 基本上 这个hotel提供的日式印度餐 那这种 这种应该是肉体吧 反正是印度的早餐 反正是印度的早餐 你吃 然后我们 都是肉肉肉的 这里 冰湾这是什么冰湾 好 阿格拉的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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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比新的里的那个车站 还要先进一点 至少它有这个火车 这个这个指示牌 在第几月台去找你的车 所以呢 这一下就方便多了 好 阿格拉的车站 那还有个牛排 拿马拉的车站 小心 现在有钱 我们来的时候乱来 但是我们 OK 走吧 看着点 别踩着人家了 诶 怎么没有我们的了 12049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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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因为站台上有月台的information 所以说我们就很容易的就找到了我们的月台 然后呢正好旁边有一家印度人也是跟我们一样坐同样的车 并且是同一个车项并且答应我们带我们上找到我们的车项 所以这次就容易多了 AC3T是有6张床一起的隔间带有空调 AC2T是4张床 一层没走 这里一股这个尿骚味啊 这满车厢传过来的尿骚味 这边叫做 2nd class 2nd class是有座没空调 这个车什么都没有 没有AC 你说这么热的间坐在这里 可以睡觉没有空调 这是我们坐的CC 有空调的 最好 总之大家要选对车型 否则的话会很难受的 哎呀 那咱们下来 sì 我 我 我们 是不是 试园 感谢观看